嗨大家好,我是大沛 今天的影片呢,是要跟你們分享我買的 Makeup Addiction的刷具 然後使用了一陣子的心得 我買了他們一組眼影刷 然後還有三支,就是我另外單買的大刷子 那這一組眼影刷呢,其實他們的東西 不只可以買整組 你可以單支單支買 所以這些東西如果你覺得很喜歡 你可以單買,不需要跟我一樣整組買下來 那影片的開頭呢,我先跟你們報告一下 我現在臉上用的是什麼東西 我現在的眼睛上面的眼影啊 我就用一個顏色,其實我在試一些我最近買的產品 我還沒有跟你們分享,因為我才剛開始用 我眼影只有用一個顏色 是這個Juée的Walnut 這個咖啡色的眼影 這是我近期買的,才剛收到沒有多久 所以還沒有跟你們分享 這是一個深咖啡色,還有一點點細緻的燭光 應該算neutral tone 我沒有畫的很明顯 我不知道你們看不看得出來 那臉上的腮紅還有Bronzer呢 也是Juée的東西 它可以拆開來也可以連在一起 我把它併在一起比較好講 打開來呢 這邊這個是Bronzer 色號是Suntan 這邊這個是霧面的腮紅 色號是Blossom 就是我現在臉上的腮紅 然後還有Bronzer 我才剛開始用 感覺還不錯 我之後再跟你們分享 我有再早時間 然後再來還有臉上的打亮 我的打亮用兩個 一個是Juée的 這個是Luminizing Liquid Highlighter 它包裝方式有點像是明彩筆 但它其實是 藝術 很像Becca出的液態的打亮那種 它出來不是像明彩筆 而是像Becca那種 有一點點自然光澤的液態打亮 然後你可以拿來妝前打底 或者是 定妝前用 或是定妝後 然後用琴拍的都可以 那我還有再疊這個是 Mamond的漸層的打亮餅 色號是1號 就是我疊這個淺色這一端 在剛剛那個打亮過的地方 然後這個粉紅色的地方呢 我疊一點點就一點點 在這個腮紅的這個位置 那再來是唇膏 唇膏是我真的是第一次用 這個是BIA BBIABIA的紅管5號 長這樣 我知道這東西很熱門 到我最近才買 是霧面的 是我現在嘴巴上面的顏色 可是我有用棉花棒 把周圍稍微就是 邊界弄得沒有這麼明顯 好那我們現在進入主題 我講一下他們的眼部刷 要去買珍珠 這個一組啊是12支 是 Ultimate Eyeset 應該是 我本來是銀色的這個 金屬管 然後底下是紫色的鼻桿 但不要還有另外一款長得有點像 反正你們 我會把連結放在底下的資訊欄 你們可以去看 這個牌子它沒有寄台灣 而且它寄到美國 跟寄台灣運費 是一樣的 所以其實沒有差別 你們可以直接 就是下單 可是要注意 它的那個定價是 欸 歐元還是英鎑 我有點忘記 它定價不是美金 你們要看清楚 然後呢 我另外買了三支大刷 他們家的大刷也有出組合那種 可是我這個三支都是單買的 我買我想要的而已 等一下再跟你們說 然後呢 買這個 他們買刷具組啊 好像都會送你這個 就是刷具包 它這樣子放進去是剛剛好的 然後寄來的時候 這個好像就是直接放在這裡面 然後每一個都有塑膠套 就是那種 不是讓你永久使用的啦 就是那種 很普通的塑膠袋 裝起來這樣 每一支都有 然後這個刷具 包 我打開裡面是這樣 它 這個 質感很不錯 而且我用很久了 因為我這個東西真的買很久 都沒有空分享 它這個刷具包質感非常的好 然後上面這個 金屬的字啊 這邊就是寫 MAKE UP ADDICTION 然後是凸出來的 都不會掉 我用好久都沒有把它弄掉過 這個包包的質感非常的好 然後拉鍊也不會刮手啊 裝刷具放在包包裡面非常的棒 我有時候把它當化妝包來用 這個東西很不錯 那接下來呢 我講刷具的時候 我會跟我手邊常用的 比較類似的刷具 稍微做一點小比較 那我覺得它這個牌子的價位呢 因為它常常會打 七折打八折 它這個價位 我覺得跟Zellium Tools 其實差不了太多 我先講一下 他們家出這一組啊 裡面有四支暈染刷 那我覺得如果你很喜歡暈染刷的話呢 他們家的刷子是個 就是跟Zellium Tools 比起來是不錯的選擇 因為Zellium Tools 他們好像 沒有熱中出很多暈染刷 他們的暈染刷好像 我印象中 沒有很多 可能只有一兩支 那我手上有的是 這一支 這一支是 七八五 那他們 這個Makeup Addiction的 暈染刷呢 它有分 這一組裡面有分幾支 我給你們看一下喔 對焦對焦 這一支呢 就是跟MAC 217 有一點點像 可是我覺得MAC 217 就是 毛有點粗 用起來眼睛有點刺刺的 可是我上妝手把很輕 所以還好 我下手都很輕 力道都很輕 那我之前有說過 像這一種 暈染刷 它是一邊是扁平的 另外一邊是窄的嘛 像這種暈染刷呢 在使用的時候 你可以用 寬面 橫著 上眼尾的一些顏色 然後帶到眼窩裡面去 那你如果把它直過來用 就是 本來這樣子用的話呢 它可以上眼尾的一些顏色 然後帶到 眼窩去 那如果把它這樣子直過來用的話呢 打圈 就可以上出比較柔和 比較 範圍大 然後自然的眼窩暈染色 所以這個算是 兩用的刷具 如果你預算不是很多 你想要買暈染刷的話呢 這種形式的刷具還不錯 妹妹不要玩衛生紙 而且接下來這兩支呢 它們都是圓筒型的 然後一支大一點 一支小一點的暈染刷 這邊大一點這個是 Diffuse Blender 小一點這個是 Tapered Crease 我在看上面的字 那這個一大一小呢 很明顯就是 你在上暈染色的時候啊 這個大的上出來就是比較 沒有那麼明顯界線比較柔和的暈染色 那這個比較小比較緊密的這個啊 它上出來就是會有一點 加強眼窩色的感覺 就是你要 就是任意搭配你的妝容啊 那組合裡面的最後一支暈染刷呢 是這個 這個是Duo Fiber Blender 你沒有聽錯 它真的說Duo Fiber 然後它是全部都是黑毛的 通常Duo Fiber會是黑白毛 然後上起來顏色都會很淡很淡的那一種 那這個呢 它雖然是兩 就是都是黑毛 但它真的用起來有Duo Fiber的感覺 它應該是兩種毛都是黑色的 然後它上面的那一層 就是一般別人用白毛做的那一層啊 它就是非常的柔軟然後蓬鬆 所以你如果要上超級淡 超級沒有界線很柔和的顏色呢 用這一支它就可以做到 它上起來就是真的是Duo Fiber Brush的感覺 你們知道黑白毛那種毛的感覺 那我自己比較常用的暈染刷呢 這個是Dellium Tools 785嘛 我還常用Sigma的E35 那這個是Sigma E40 這個很有名但我比較少用 你們看喔 Sigma這兩支啊 它們的頭都是比較圓的 所以呢 這個太大我眼睛沒有那麼大 我的眉眼距比較窄 這支Sigma E35我比較常用 然後這個Dellium Tools 785啊 跟E35我都會用 它們的差別是這一支的頭 頭型比較尖一點 那這個是比較圓平頭 所以它們上出來的顏色這個會比較集中 這個會比較大範圍的暈染開來 那我講一下這個Makeup Addiction 它們的刷子還蠻有趣的 就是它們的毛呢很 它的形狀看起來沒有特別尖 但你上起來你會覺得它好像有一點 中間顏色稍微加強 兩邊的顏色稍微就是鬆散一點的那種效果 因為它的毛的 我不知道它是故意的還是怎麼樣 它毛的方式是 中間的毛比較緊密一點點 然後外圍的毛稍微鬆散一點點 所以你上起來呢 它會讓你有一種好像在 幫你做一點漸層的感覺 所以它中心的顏色會稍微重 兩邊的顏色會這樣子暈染開來 是它們家這種刷子的那種 一點特色啦 就是毛中間是比較緊密一點 然後兩邊稍微鬆散 但沒有很明顯 要就是多用幾次妝才會發覺有一點不同 大概是 它們的四支暈染刷啊 那再來呢我要講的是 它們這一個組合裡面的扁刷 也是有一大一小 那這支大扁刷呢叫做 Large Shader 小支的叫做 嗯?Medium Shader 這兩支 那像這種大扁刷 我常常拿來上就是那種 象牙白霧面的眼影打底色 然後這一種比較中型的呢 我就常常會來上就是 眼皮上面主要重點色 或是 因為它這個 頭的地方有點弧形嘛 稍微直起來 可以上就是下眼影的地方的顏色 這兩種刷子我通常是這樣用 那這一支扁刷就是 如果你要像那種 你要把顏色壓得飽和一點的話 通常就是會用扁刷 這支效果還不錯 可是它是比較寬一點的那一種 稍微範圍大一點 那我手上類似這支大刷的刷子呢 是這個 Dellium Tools 778 給你們看一下 那這兩支用起來 效果我覺得差不了太多 這個 Makeup Addiction的 稍微緊密一點 然後Dellium Tools的 比較稍微鬆一點點 但用起來感覺差不了太多 你們看 可以看得出來嗎 有沒有 差一點點 然後呢 Dellium Tools的這個頭啊 有一點點尖起來 那Makeup Addiction的是 比較圓弧狀的 然後 以 如果你要壓 因為壓象牙白色眼影 其實沒有太大的差別 如果你真的是壓顏色上去的話 這個可能會壓得稍微飽和一點 因為這個稍微 蓬鬆一點 其實 其實都可以 我覺得用起來差異不會到非常的大 接下來呢 是Makeup Addiction的這個 斜角的 鬆散的斜角扁刷 這支是什麼 這支是Angled Shader 這種斜角扁刷 因為它有點蓬鬆 就是斜角 所以我最常最常 就是用來 打亮眉骨 有時候用霧面色 有時候又有一點珠光的顏色 這樣子 就是 我的貓在玩素膠帶 不要理他 就是這樣子 打亮你的眉骨 有時候 如果是用霧面象牙白色 這樣子做完之後 會往下帶一點 然後把剛剛的眼影 邊緣 稍微就是做一點暈染 這種斜角刷 做這樣子的工作 非常非常方便 因為它剛好有一個角度 有沒有 那我另外一支刷子呢 是Zellium Tools 766 我覺得 Makeup Addiction 跟Zellium Tools的 價位 在Makeup Addiction 稍微打點折扣的時候 其實價位不會差到太多 那像這兩支呢 他們的表現 就真的很接近 用起來手感 各方面都還蠻類似的 你要說Makeup Addiction 跟Zellium Tools 最大的差異呢 我在講後面的刷具的時候 會比較明顯 就是這兩個牌子 就是刷具的屬性 有一點 不同 等一下你們就會知道 再來呢 這個是 Makeup Addiction 當然全部都是Makeup Addiction 這個是 Smudge 它是這種 扁扁的 寬寬的 就是可以 暈染顏色啊 暈染一些深色 在你的下眼影啊 或者是 反正用途很多 看你怎麼用 那我另外一支 類似的刷具 是NARS的 15號 這支可能有改版過 我不太確定 可是 這種形狀的刷具還蠻多的 那這兩支的差別 NARS是一個 毛比較短 比較緊密 上色更飽和 更扎實 那Makeup Addiction 這個毛稍長一點點 然後稍微 比這個鬆一點點 所以用這個上色呢 會比較 柔和一點點 那這種刷具上色 都不會太柔和啦 那 這種刷具 其實很多用法 我自己最常是用在 畫一些 煙燻感覺一點的 下眼影的顏色 可以把它這樣子 推開來 或者是你用 眼線 筆畫完眼線之後 用這種緊密的刷子 稍微把它邊緣 暈開來一點 都還蠻好用的 接下來呢 要講的是 它們就是類似 鉛筆刷的那種刷具 這個叫做 Precision crease 給你們看它的形狀 它基本上就是類似 鉛筆刷 雖然它寫Precision crease 但是我通常 不會畫這麼明顯的 眼窩那種 線條感的東西 所以 我通常就是用來 打亮眼頭啦 上下眼影啦 這種 然後呢 我要說一下 它們家的這種 小刷呢 就可以有很明顯的感覺 它們是適合用在 非常非常顯色 飽和的眼影上面 那它們家的眼影就是這種特性 非常顯色 顏色非常的飽和 那它們這種刷具呢 毛是 毛量少 但它不是不好 它是毛量比較少 然後 摸起來沒有那麼扎實 稍微蓬鬆 它們的這種小刷就是這種特性 所以它上起來的顏色 如果上眼頭打亮啦 它就是很自然 然後幫你暈開一點打亮的顏色 不會很亮 就一個點這樣 那它上那個眼影 就是下眼影的顏色啦 它上上去也是 那個地方局部有顏色沒有錯 但是柔和自然 因為它的這個毛就是 比較鬆 然後量比較少 不是 像 這個 Dellium Toast 780 不是像這種 非常非常緊密 你上上去就是有煙燻感覺的這種 毛 並不是 它們家的這個刷子啊 你如果喜歡柔和的眼頭打亮 或是你的眼影都非常飽和顯色的話 我就建議你可以買它們家的刷具試試看 前提是你喜歡那種柔和的顏色 如果你喜歡強烈的很煙燻 或是你要把顏色壓到很飽和的話 我就建議你用 Dellium Toast 780這種 鉛筆刷 那我自己還有一支MAC 這是多少 219 還是多少 給你們看看 像MAC這個啊 它跟另外兩支呢 就很不一樣 MAC這個 頭非常非常的尖 然後也像 對稍微 嗯 它跟Dellium Toast緊密的程度 差不了 太多 可能Dellium Toast更緊密一點點 可是這個頭 非常的尖 它 我不會拿來上眼頭打亮 因為眼頭打亮 我喜歡用稍微圓頭一點的小刷 這樣上起來呢 不會有一個色塊感 像 MAC這個我比較少用 因為要用我可能是拿來上 下眼影的那個 比較明顯的眼影 或是把你的眼線筆啊 推開來一點啊 之類的用途 像眼頭打亮 我喜歡用這種 稍微頭圓一點點的小刷 那MAKE UP ADDICTION的比較鬆 比較柔和 然後你再亮 Torce的比較緊密 顏色上起來就比較明顯 有一個亮點這樣子 摩托車 到底要經過這裡幾次 再來呢我要講的是 這一個是 Precision Shader 它是一支小小小小的扁刷 我很喜歡用這種小小小小扁刷 就是上眼尾的顏色啦 然後 比較細節的地方 我非常喜歡小扁刷 那這個小扁刷呢 更是發揮它們家眼影刷的特色到極致 我不知道你們看不看得出來 它的毛量其實很少 然後呢 是非常非常鬆的 鬆軟的 那我這種小刷呢 我還有 跟它差不多 比它小一點點的是 Gellium Tools 755 比它大一點點的是 Gellium Tools 772 給你們看一下 這三支的大小 那以這種小刷來說呢 完全凸顯Gellium Tools 我三Makeup Addiction的差異 這個就是 很軟很蓬鬆的毛 然後上起來的顏色一定是柔和 你不可能壓到很飽和 或是有色塊 它就是柔和的那種 那這個Gellium Tools這兩支呢 它的毛相當相當的扎實 你可以壓出很飽和的顏色 你如果要上到比較明顯的邊界感啊 明顯的顏色啦 煙燻啊 或者是 你希望那個顏色加強的很明顯啦 就是用Gellium Tools這種小扁刷 那Makeup Addiction就是完全 柔和 很溫和那種 可是如果你是用日韓系那種 很不顯色的眼影 你用Makeup Addiction的刷具 你就會瘋掉 就一直疊一直疊顏色這樣 所以主要看你喜歡的感覺 還有你手上的眼影 是什麼樣的類型 這種小刷呢 真的是完全區別 Zellium Tools還有 Makeup Addiction的 它們的差異屬性 再來呢 要講的是這個我蠻喜歡的 這種形式的刷具我都蠻喜歡的啦 很好用 這個是Flat Definer 對 看看 你們應該都 不陌生這種形狀的刷子 非常的緊密的那種 然後是 更是這個 Makeup Forever的256 非常非常的像 這種刷具我超級常用來畫眼線的 有沒有 常看我的妝容影片就會發現 我有時候會拿這種刷具 然後什麼沾黑色眼影 然後這樣 壓壓壓壓 就壓出一條很細很自然的眼線 這兩支刷具呢 表現基本上是非常非常的類似的 因為這種刷具其實製作門檻並沒有很高 都還蠻好用 那差別就是 Makeup Forever的這個 比較緊密一點點 Makeup Addiction的 稍微鬆一點點 但其實 拍不拍得出來 沒有很明顯啦 使用感上是差不了太多 那這種刷具 你可以拿來畫眉毛啦 沾眉粉啦 畫眉毛或是 呃畫眼線什麼 通通都可以 這這還不錯 這兩支用起來 不會差到非常的多 再來是斜角刷 這個是 small angle 這種斜角刷應該很多品牌都有 那他們家的這個斜角刷呢 也是發揮他們的精神 毛沒有很多 然後 呃 比較鬆散一點 上起來顏色也是非常柔和 很自然 沒有邊界感的那種感覺 那我手上有 Dellium Tools 763 給你們看一下 看起來大致上是差不了太多 就 Makeup Addiction的毛 比較細軟一點 比較緊密一點 那Dellium Tools這個 的毛啊 比較有彈性 比較有韌性 然後稍微鬆一點點 不明顯 那這兩個上出來的顏色 也是這個顏色就是 比較柔和 這個就是比較明顯的顏色 這是他們家的 眼影刷的特性 然後呢我要講一下 Makeup Addiction的眼影刷 一開始拿到的時候 我對他們的第一印象 非常非常地不好 我覺得我花 它不是說非常便宜的刷具 我花了不少的錢 然後拿到刷子啊 真的幾乎每一支 都要讓我當做刷師傅的感覺 就是拿起來看 你就會覺得上面 好像有幾根小毛 特別長 可能兩三根 一兩個小毛 特別長 你就會拿小剪刀 那邊剪掉那幾根小毛 然後 我覺得他們的眼影刷 有好幾支 我記得一組來 有好幾支 都這個樣子 然後因為我用這種緊密的刷子 習慣了 我摸到他們的這種小刷 我想說 毛又少 又這麼的 就是你可以這樣子移動它 它沒有很緊密 我想說是不是 感覺像便宜貨的感覺 但是我後來發現 講便宜貨好像不太好 好像它是品質不好的感覺 但後來我發現 其實他們的特色就是 毛是鬆軟的 然後沒有那麼扎實的 這是他們的特色 沒有不好用 我用久的時候 反正蠻喜歡的 就是我如果想要 柔和一點啦 或是那個眼影非常顯色 我怕我用量控制不好啦 我都會選他們的刷具來用 所以這其實是一個特點 就是要讓我剪掉那個小毛 好像我買一個刷具來 我還要自己這樣做刷師傅 一樣有點討厭 但 就是用一用之後 慢慢慢慢有把分數加回去 不然第一印象真的很不好 他們應該要改進一下 刷具是不錯 但給人第一印象不好 這真的不好吧 好抱怨完他們的眼影刷之後呢 我要講他們的臉刷大刷具 他們的臉刷我非常非常的滿意 沒有抱怨 完全喜歡 我先講一下這一支 這都是我單獨買的 它沒有成一個set 我剛剛講過了齁 這個是Duo Fiber Highlight 你們看喔 它說Duo Fiber 它真的是Duo Fiber 黑白毛很明顯 這個黑白毛就是黑毛 要抓住上面 鬆散的白毛 讓它在位置上面 像你用的時候呢 你可以享受到白毛 就是鬆散柔和的 無邊界的感覺 然後白毛呢 又不會說 軟軟的 沒有辦法在位置上面 黑毛會幫你抓住它 這種刷具就是 特色 就是這樣子 那這支刷具呢 我非常常使用在 譬如說非常非常亮的打亮 那我用這個刷具呢 就可以很輕易 不需要小心翼翼的控制用量 就可以很輕易的上出 就是自然不會太誇張的打亮 那如果碰到像上次 我講過Sleek的腮紅 想到有沒有顯色的腮紅 或是NARS那種比較顯色的腮紅 我覺得NARS比Sleek還要 就是平易近人 Sleek有點太顯色了 用這種刷子就非常非常的適合 因為它上出來的顏色 非常的柔和 所以用這個很不錯 可是如果你的腮紅都很不顯色 用這個你真的疊到瘋掉 這個刷具真的是很棒 而且它的形狀我很喜歡 它的厚度我覺得很剛好 然後這邊是寬面 這邊是窄面 蓬鬆的感覺 各方面我很愛這個 再來要講的是兩支 它們是同一個系列的 看餅就知道了 這支 比較 就是它是 這邊是寬面 這邊是窄面 有沒有 扁扁的這個 這個是The Blusher 它就是腮紅刷 再來這個是 圓圓的 它被我擠到有點沒有那麼圓 它其實它是圓圓的啦 有沒有 這個是 嗯在哪 The Finisher 給你們看一下 它們的大刷呢 還是有延續我剛剛講的 它們的眼影刷抑制 就是它們的大刷也是那種 不是非常緊密 看到這個你們可能會想到那種 很緊密的上粉底液粉底高的那種底妝刷 它不是 它其實它的毛呢 是非常非常的柔軟 不是很緊密的那一種 就是又柔軟又蓬鬆 然後它頂的剪裁是這樣圓圓拱拱的 那它上顏色呢 如果你用這一個上粉餅 那你得到的妝效是 不是非常遮瑕的 它是薄薄的一層 然後柔和的 是那一種 並不是那種很緊密 所以你可以壓的很 很怎麼講 很遮瑕很飽和的 並不是 這個是非常柔和的那種刷具 所以你可以拿它來定妝啊 因為它很軟很軟嘛 所以假設你這邊有遮瑕過 你如果有遮瑕過的地方 通常會這樣子又按壓的定妝 不會把它推掉 像這麼軟的刷具呢 其實你輕輕的掃過去 你的遮瑕還是會好好的 不會被你弄壞掉 這非常非常的柔軟很舒服 那像這種形狀又蓬鬆 然後又柔軟沒有邊界這種刷子啊 你如果上一些bronzer 我現在上面沒有東西 我只是刷得很舒服而已 你如果用來這樣子上bronzer啊 那個效果會非常的好 沒有色塊 然後柔柔的 非常非常適合 用來上蜜粉啦 上一些bronzer啦 那如果你的臉瑕疵很少 不用非常遮瑕的話 拿這個來上粉餅也不錯 就是薄薄的 輕輕的這樣子 好舒服喔 受不了 好舒服喔 它這個手感很不錯耶 這個 你們會在意刷具的手感嗎 這握起來蠻舒服的 然後這個腮紅刷呢 它也是非常 你們看得出來嗎 它就是軟軟的 它不是很緊密的 嘿嘿 這個很柔軟 所以你如果 也是要用那種 比較顯色的腮紅 給你們看它這個大小差很多齁 這小小的 所以如果你要用很顯色很顯色的腮紅 你可以選這種刷具 如果它真的非常顯色 你不需要這樣刷那個腮紅膠 這樣子 放著 這樣子 碰幾下 在手上控制一下用量 然後你一上臉啊 就會非常的漂亮 那或者是 呃 如果你長很多痘痘 你遮瑕過啊 你臉上有遮瑕 然後你上腮紅的時候 你可能會 常常感到痛苦 因為它會把你的遮瑕推掉嘛 那這個非常的柔軟的毛呢 你輕輕的上 你的遮瑕都還會在原地 然後腮紅就是柔和的這樣放上去 超級美 所以他們家的這種 底妝的這種刷子啊 應該說臉刷啦 都非常適合用在 超級顯色的腮紅啦 打亮啦那種東西上面 因為它就是 軟軟的 然後柔和的 那像 他們的這種大刷具呢 跟常見的這種 很緊密 這個是Murphy的M439 這種很緊密的 用來推粉底液啦 推粉底刀都非常好 用那種緊密的刷子 是很不一樣的類型 我怕鏡頭 沒有辦法呈現他們的差異 但這個是非常緊密的 這個是非常柔軟的 所以這個 我非常推薦用來上粉狀的產品 什麼蜜粉啦 Bronzer啊 我剛剛都講過嘛 或者是 這個拿來上腮紅 這個拿來上打亮 都非常非常的好 那你要有心靈準備 你用這個上底妝 它就是 很自然很薄 用這個上底妝呢 你可以把它疊到比較遮瑕 其實我也沒有很推薦這個 拿來上液狀的產品啦 它看起來好像比較適合上粉狀的東西 好那這次Makeup Addiction的刷具們的心得 就分享到這邊 有任何問題可以在底下留言 掰掰 好啦 跟你們報罐我報告 報告 報告 好那跟你們報罐我 我為什麼一直這樣這樣 再來呢 是 這種類似Pencil Brush的這種刷型 它叫什麼 它叫做 貓咪 妳好吵 妹妹妳是不是正在把自己裝到塑膠袋裡面 啊